大家好 我是茂迪戏的老顽童周同达 今天我想讲讲 我们人 我们人生 在世 在这个社会上 真和不真 这个有点辩证关系 当然我不是哲学家 我讲的对不对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只是我想要借这个机会 讲讲我自己的这个想法 孔子 他说 君子不真 如果一个人我做君子 我就不去争 不去争斗 如果说一定要争 是在什么时候呢 应该是在竞技比赛的时候 比如说射箭的时候 登上那个射箭的那个台的 以前先要一 互相做个一 很礼貌 然后呢 才登上那个射箭的那个台子 那么可是真的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不可能不争 他就说这个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都是其乐无穷的 可是有的时候 人没有办法胜天 在天 在天的面前 人非常的渺小 也完全没有办法胜地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人可以修大坝 可以挖河 可以开山 可以打隧道 等等的 可是真的要跟地斗 恐怕也是没法胜过大地的 大地不高兴 打个喷嚏 那就是急急地震 马上就给人带来很大的问题 与人斗 人与人之间斗 你斗得跟你死我活 这个社会充满了斗 充满了争 然后人人都 一肚子的火气 充满了愤怒 愤恨 恨不得能够 回到那个小说呀 什么小电视电影里 那个那个 侠义时代 拿起宝剑抽剑就杀人 但是现在也做不到 现在你 没有办法做到 可是呢 有人 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之后呢 再看看别的人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大家都过着 我们每天去努力 去做事情 去拼搏 给自己生活 找自己的保暖 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你不可能不做的 是不是 每个人都必须去努力 去做 这也是一种争 可是回头看看 有些人 特权接近 有钱的 有权的 也可能前几天 他还是个 不怎么样 看不起他 我见到他 我都 没眼去看他 没有眼皮去夹他 他 可很落魄 不小心 他忽然想出一个什么主意来来 搞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然后一下子就发达了 出名了 赚大钱了 了不起了 这个时候不是你看不起他 是他看不起你了 那你心里就还平衡吗 啊 我是辛辛苦苦 我踏踏实实的 我是为这个社会 做出了我自己的努力 我才赚了点钱 他就是 忽然的没下子 财神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 就对他 另眼相看了 一下子他就发财了 有钱了 有了钱以后呢 找名声 找权位 抓权 然后 成了特权阶级了 甚至不用说别的 就有些那个小网红 怎么说呢 说他真的有什么很大的本领吗 我不相信 那些人 我觉得没有什么 而且很肤浅 可是如果他真的什么也没有的话 他怎么变成了网红呢 他毕竟有他的一些个 让人琢磨的东西 搞个什么 直播带货呀 搞个什么 红起来 了不得发财了 这个我们觉得 那也是他的命运嘛 是吧 他命运好 财神也不小心就 丢了个钱袋子 砸到他身上了 他发财了 那也没有办法 你现在上网 谁都能上啊 他能当网红 我也去 可是我就当不了网红啊 也没有办法 可是他当了网红以后 他怎么就变得跟别人不一样了 走在路上 有保安给他开路 甚至连这个公路马路 汽车他都拦掉 为了他管制交通 他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内心还能服气吗 我们内心还能平衡吗 你什么了不起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算你网红 你赚了钱了 你有钱了 那又怎么样 你凭什么要搞特权 当然我们就不平衡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社会现实 所以说呢 现在我发现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呢 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不平 你一上网 看见一些什么东西 别人说了两句什么 是不是真的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了解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网上就开骂 墙壁的 这样那样的 那个愤怒就在这里发出来 可是过了不多久 经过调查 最后事情反转了 那不是那回事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人呢 你那个愤怒 甚至那个羡慕嫉妒恨 就能冲昏我们的头脑 就让我们心里就有一股愤怒 有一股怒气 不知道从哪里去发出去 可是我们想想看 你 我以前我也常说的一句话啊 我说我们很多人呢 看见那个社会不平等 恨得咬牙切齿 有朝一日 他有了一点小权 他首先就去搞不平等 他首先就要去 自己就要 跟别人不一样 他就要搞点特权 他就想欺负欺负别人 我搞了点特权 耍一点威风还不算 我还想欺负欺负别人 我想感受感受 我欺负别人 能够带给我的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种人非常的多 在骂别人的时候 非常的义正言辞的 了不得 那一看内心全是正义 全是公平 等事情轮到你自己头上的时候 真到了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你就完全不算回事了 这样的人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在恨别人 在愤怒的时候 在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只是没有机会嘛 真的有机会 你也可能就是变成那样了 不是吗 我们看到特权阶层 有钱有势的人 他们搞特权 我们愤怒都不得了 可是真的有一天 你到了那一步 你会怎么做 你能不能扪心自问 好好地想一想 这个社会 人家说平等公平 没有平等 从来就没有过 只是我们大家要努力 想办法做到一个公平 大家努力的 人人都要去做到 不然的话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野兽的社会 弱肉强食 可是现在的社会 毕竟我们人 我们人已经进化了 有了这个人类的文明 我们已经知道 那样的弱肉强食 那样的 那样的社会是不可以的 那样的社会没法进步 而且那样的社会会带来毁灭 你今天你强 你会搞别人 别人也会搞你 如果没有法律 没有一点公平 没有一点限制的话 大家都那样搞的话 你不要说是蝼蚁 蚁蚁也可以咬你 小蚂蚁咬一口你 你也疼的 到那个时候 这社会如果没有了 公平正义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要 努力的去维护这个公平 所以说他要用法律 去约束大家 去用道德 去来化育 化育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又有善良 然后呢 要想到一个公正公平 执政而已 生而公平 不可能的 你怎么看那生而就公平呢 以后怎么样我们不说 目前是达不到的 目前 有史以来到现在 还没有达到过 只是有的维持的比较好的地方 情形 怎么说呢 让人羡慕 也有的 就很差 有钱的 有权的 各种方式的吧 反正他就是要搞特权 他搞特权 你就只能羡慕极度恨 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在当今这个社会 知识又这样爆炸 资讯又这样发达 社会上很多的讯息 真的 假的 半真 半假的 各种各样的讯息 都会往我们这个脑子里灌 这个时候我们人怎么做 我给出的建议就是 你一定要 反观自己 有物 物 找到自己 真的自己 找到自己 把心态平和下来 该活还是要活 你看到人家有特权 但你没有特权 人家那样的奢侈 那样的什么买飞机 买轮船 买游艇 什么人家那样吃东西 人家都是要到什么会所呀 等等的 人家那样的跑车 买了几十辆 随时的换着开 你就买一个小三轮 你买个小电动车 一下下还说你违法了 还说你这个是这样 那样了 还不许你上街 你恨 可是这个就是现实 你没有力量 你没有力量去打破这个现实 那怎么办 只能反而求诸己 我就在当今这个社会 我怎么样维护着 自己内心的这个平衡 找到自己的快乐跟幸福 怎么样去 其实人呢 生来的这个社会上 我如果讲太多的道理啊 也是话太多了 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经常喝水 你有感觉到喝水是幸福吗 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是在沙漠里 已经几天拿不到水了 干咳的要死了 这个时候你拿着一瓶水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生活 过得去 如果我们比那个有特权的人 那你只能死 你只能去跳楼 如果你在比比那些生活的战争中 家破人亡 每天都有炸弹来炸的那种地方的人 你想想他们 你是不是很幸福 这个社会没有完全的公平 可是你生在了那个 那个社会阶层 你就在那个社会阶层里头 你想挣扎出来 有的人能够挣扎出去 有的人挣扎不出去 你挣扎不出去 你就得基于现实 基于你目前的能力 能做到的去努力 而这个努力不是拼命 你要是拼命去做 比如说你打了三份工 日夜不休息 好容易累得不得了 喘口气了 咬一口干粮 灌两口水 闭闭眼 你大概都赶紧起来再做工去 如果是那样 你就算你好像说 现在不是讲究有车有房吗 你就是买了车买了房 你累了半死 最后你一身的疾病 躺着病 从上起不来 你还幸福吗 可是如果你懒惰 好像说我躺着 我往前一躺 我什么也不做了 现在有这样一种风气 年轻人我不做 我不做了 我躺下 你躺下是的 你的身体却没有痛苦了 你不努力什么也不做吗 可是你内心的幸福吗 你内心是苦涩的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基于自己的 目前的现状 去努力去追求 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去品味生活 生活里有苦辣酸甜咸 我想这个甜还是要有的 每个人的生活里 不可能一点甜都没有 如果真的你生活里 全是苦没有甜 那你想想 酸的咸的也是味道嘛 其实那个苦的味道 也是一味啊 无味之中嘛 苦也是人生的一味嘛 慢慢的去品品它的味道 从里头能够品味到一些东西的 如果你现在有一话叫内卷嘛 你实力的去卷 拼命的去卷 你卷来了 再怎么样 你也没有幸福 你卷出来的 你发了多少财 你银行本里有多少钱 那只是一个数字 他也没有幸福 以前我对一个朋友他说过 他说钱 你放在家里就是一堆值 你放在银行里就是一个数字 只有用 那他才是钱 可是钱要怎么用 首先你要知道你是怎么去赚的 你怎么去赚钱 你怎么赚来 你才知道怎么用 你知道怎么赚 你才知道怎么用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赚钱的话 你也不知道去怎么用 所以说人生啊 人这个生命啊 很短啊 几十年嘛 很短的生命呢 你怎么样去体会人生里的真谛 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是立大功立业吗 所谓的三不休啊 立功 啊 立立严 还有什么 我一下子 我现在头脑很坏啊 总而言之吧 立德啊 立德立功立严嘛 那么这个三不休 你怎么样去立 你立得起来吗 有的人想要去立 立出来还没立 还没立稳了就塌掉了 不但塌掉了 把他自己都砸死在里边了 为什么 他立那个本来就是邪说 想立功 你要看看怎么立 什么功 那个功是什么功 你的德是什么德 就好像 有一位也是 应该算是娱乐界的人呢 他在节目里他讲 他去接触到了一位某位明星 因为大家一起去做节目 接触到了 见了面 怎么样 打招呼呢 人家年龄也比自己大 人家是比较有名的人 至少我见了面 不能是谁不理谁 太尴尬了 打个招呼吧 上去打个招呼 您是老前辈了 哎呀 您很了不起 您的某某方面 说啊 写啊 话啊 那都很厉害 就是随便的夸他一两句 捧他一下 结果那对方说 我是天才 就凭你这四个字 你是天才 这四个字 你就是个混蛋 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已经飘了 你已经不知道 你自己是个什么了 你都不知道 你自己是个什么了 才会这样 人要找到自己 要悟到 我们活在世上 到底是怎么活 才是幸福 怎么活 那个人字 才能立得住 这个要慢慢的去悟 去贫 在生活里去贫 不管是苦的 酸的甜的咸的 你去贫 慢慢的去找 去贫 去悟 人生 虽然短暂 啊 虽然短暂 但是呢 既然我们来到世上 总要对这个世上的东西 多了解一下 多认识一下 不要活得糊里糊涂的 把自己活明白了 用不着去出名去 用不着去 去拼命的时候 就好像那个 有些上节目的一些明星们 互相撕 互相扯 互相闹 互相拼 就想拼那个什么 say way 就是为了那么一点事情去拼 你真正到那个地步 用你拼吗 你不用往那里站 别人就被你拉到那里去了 人家推把你推到那里去了 还用去争吗 你要去争的那个得来的 那也不是好东西 背后一定有人戳你脊梁骨 一定有人会骂你 所以说人要活明白 想想自己要怎么活 你活着去争取 拼牛丁赚的 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 死的时候也只是空着手走 你都拿不走的 想明白活明白了 就是明白人 好吧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就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再见